为什么iPhone15晶片订单是台积电今年最重要的关键 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下滑的背景下 晶片需求也明显下滑 台积电的营收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滑 在一季度也时隔多年再次同比下滑 并预计下一季度的营收同比环比仍将下滑 在晶片行业处境仍不乐观的情况下 台积电今年全年的营收预计也将受到影响 晶片需求下滑 台积电营收陷入低迷 然而有消息报道指出 下一代iPhone的订单将是决定台积电今年营收能否有温和增长的关键 对于台积电而言 苹果一直都是重要的客户 贡献的营收在20%左右 考虑到新iPhone上市之后 通常都会有强劲的市场需求 对晶片的需求也就会相当庞大 因此下一代iPhone的订单对台积电的营收增长至关重要 iPhone 15订单决定台积电今年营收 根据报道 下一代iPhone预计仍将搭载两款晶片 其中两款高端版搭载A17仿生晶片 并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制成工艺 另外两款则是搭载iPhone 14 Pro系列同款的A16仿生晶片 考虑到台积电作为苹果A系列晶片的独家代工商 新iPhone的推出将对台积电的营收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 台积电今年的营收成长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然而 下一代iPhone的订单将对台积电的营收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苹果的独家代工商 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相信随着下一代iPhone的推出 台积电的营收增长也将逐渐明朗化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